国家高等教育储蓄计划SSPN今天宣布 2022年派息率为3.05% 比起2021年的3%高了一点 那有关的派息总额超过了2亿6600万令吉 多达573万人受贿 从后明天开始就能陆续的收到款项 来看一则政府资讯 高教部长拿多斯里凯利诺丁今早宣布 2022年高等教育储蓄计划 派息率为3.05% 尽管派息额是近十年以来的第二低 但凯利诺丁相信这是具有竞争力的利率数额 它不仅比2021年来得高 更是比部分银行的活息和定期存款的 2.05%到2.75%利息还要高 总值2亿6617万令吉的派息额 将汇集573万名存户 卡利诺丁透露 尽管经济环境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但高等教育储蓄计划还是保持亮眼表现 存户在过去一整年就存入了33亿6000万令吉 超越28亿令吉的目标接近两成 另外去年增设户口的人数也超出了预期 从2004年计划开跑至今 当局一项存护派出总额13亿3000万令吉的利息 除了每年派息 当局也准备了特别忠诚奖励 凡是在2020年之前开设SSPN Prime储蓄户口的民众 即日起存款500令吉以上 就能获得额外1%的利息 存款人从明天开始可以透过高等教育基金官网 或MyPTPDN手机应用程式 查阅储蓄户口的汇款详情 查阅储蓄户口